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约拿书的第二章 约拿书的第二章不长 总共有十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约拿在大鱼的腹中做诗歌 向神祷告 称颂神的拯救 我们来把这十节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 约拿向神倾吐 从神面前被驱逐的痛苦感受 第二段是七节到十节 约拿坚定的相信 自己的祷告仍能达到神面前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所选的要节 是七节到九节 经文这样说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的 约拿书的第一章 这章的内容是在讲 神的先知约拿 拒绝神的差派 他不肯前往尼尼威 去向当地的人宣讲神所发出的 要审判尼尼威城的严正警告 而是乘船往他师去 神于是在约拿前往他师的途中 兴起大风暴来拦阻他 约拿告诉随手们将自己扔到海中 风浪便可以平息 随手们后来无奈只能照做 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先知约拿 而那船上的随手们 也随即惊艳到了那苍茫的大海上 风浪立即止息的神迹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 那是约拿书的第二章 这一章是借着并不太长的经文 告诉我们 那在大鱼腹中的约拿 竟然做了一首诗歌来向神祷告 仔细读这首诗歌 约拿描述了在海洋的深处 尤其是鱼腹里面黑暗阴沉的感受 但非常奇妙的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处境而忧愁担忧 他也并没有求 神使他立即脱离在大鱼腹内的环境 相反 约拿特别在意的 乃是自己从神的面前被驱逐的痛苦感受 而且他最希望的便是自己的祷告 还仍能达到神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篇诗歌 他乃是坐于十分特殊的环境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除了越南以外再无旁人 大家记住这首歌乃是先知坐于一条大鱼的腹中 这样的诗人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本篇的诗歌在写着处境上极为特殊 但他的一些诗句我们在别的诗歌里也可以读到 像是诗篇第十八篇第六节 还有四十二篇第七节 六十九篇一节二节十四节 本篇一点都不难读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经文 也就是诗句的内容 我们先看第一段一节到六节 约拿在神面前倾吐 从神面前被驱逐的痛苦感受 本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约拿在于父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我们在讲前一章 也就是第一章的时候有说过 那与约拿同在一条船上的菲尼基的水手们 因海上有大风暴兴起 再因为约拿一被众人扔到海中 海浪及风暴就停歇了 众水手们因这可见的大奇迹 就大大敬畏神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 大家看一章的五节六节七节 十节十三节 十五节十六节的描述 我们要说那船上外邦的水手们 看见因约拿被抛入海中 海就平静了 他们便惊讶敬畏耶和华神 可惜在约拿被抛入海中之后 还有一件事是众水手不知道的 他们若是知道 是耶和华神吩咐大鱼吞了约拿 并且约拿在渔父中 还能优雅的做起诗歌来 那就不知道又会令那些外邦的水手们 惊讶并敬畏神到怎样的地步 所以那些外邦的水手们 亲眼目睹和经历的 只是整个大事件当中的一部分 而那尤为精彩的地方就在第二章 这一章的内容 神知道 大鱼知道 约拿知道 后来历史上的以色列人知道 今天的我们也知道 当然我们也希望 那将船使到了他师的 菲尼基的水手们 后来也能知道 这真是伟大神的荣耀 从二章的一节 我们可以看见 约拿与他的神之间关系密切 因为不管外在环境如何 环境方面所有的特殊的 严峻的和恶劣的因素 并没有影响到 约拿先知向他的神祷告 这里经文尤其讲到 约拿在于父中 祷告耶和华 他的神 主耶和华神 那是于神的百姓们 立约的神 而且这位神 是约拿的神 由这一简单的形容 就可以知道 约拿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 大家看一章的六节 还有一章的九节 接下去 从第二节到第九节 经文是约拿向神祷告的内容 整个的祷告是一篇诗歌 其中二节到六节 当然也加上前头的一节作为一段 七节到九节 再加上最后一节作为一段 第二节 约拿就讲到 自己是在怎样的遭遇 和怎样的艰难的处境 向神祷告的 他明明的说 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当约拿遭遇患难的时候 他一向神祷告 一发出求告 约拿经验的是 你就应允我 伟大的神 从不拒绝那信靠他的人 向他所发出的祷告 当然也有解经家 在解释的时候 会将本节的前半节 解释为是约拿在形容 从前遭遇患难的时候的经历 他每每经历患难 就立即求告耶和华 而神就立即应允他的祷告 大家可以参考诗篇 十八篇四节到六节 还有诗篇一百二十篇一节 一百三十篇一节 一百四十二篇一节 另外是 伊利米埃哥三章五十五节六十六节 若是说二节的前半节 是在形容约拿被大鱼所吞 之前的生命的体验和经历 那二节的后半节 就肯定不是 从前的经历或感受了 这一经验 明显与现今所处的 在大鱼腹中的感受有关 约拿描述 现在自己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结果约拿还是相信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在人类历史上 约拿这篇向神所做的祷告 大概是处于海拔以下 最深和最低的位置了 我们说过 从未有人像他那样 能从那么深的地方 向神发出祈祷 我们可以想象 在大鱼吞了约拿之后 对于大鱼而言 约拿并不是一个 令他的胃口感觉到饱足的食物 这个食物在他的腹中 让他感觉十分特别 消化又消化不了 想吐又吐不出去 因为神的时间并没有到 所以大鱼可能就朝 低中海最深之处 尽力游去 我们开外笑的说 搞不好他想借着水压 所起的作用 可以使他腹中的 那让他并不享受的食物 尽快可以脱离他而去 其实约拿也并不喜欢他所在的地方 他将自己所在的地方形容为 是阴间的深处 阴间的深处 假如按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 可以被翻译为叫做阴间的肚子 第三节 约拿就继续形容 主耶和华神怎样对待他 他说 你将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约拿感受到 海深处的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 红涛都漫过我身 大家可以参考诗篇42篇第七节 接着四节之后的第五节 其实是连着第三节的 经文讲 诸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所以我们读经 就发现二节的后半节 和三节 及五节 都是约拿在描述 自己在大鱼肚子中的感受和经验 约拿感受到 自己完全被审封闭 他困难的处境 分别被形容为 阴间的深处 深渊 海的深处 环绕他的大水 以及曼国他的波浪红涛 另外环绕他的乃是珠水 几乎将他全然淹没 诗人是在描绘 自己近乎于窒息 被溺毙的感觉 他被海底的深渊所围住 甚至海草都能隔着大鱼的肚子 来缠绕他的头 约拿所经历的 是非常可怕的 被封闭着的感受 第四节第六节 约拿从信仰的角度 来形容了自己的遭遇 经文说 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我们若是将第二节后半节和六节前半节结合在一起 约拿是在讲 大鱼将他带到了海的深处 那里有地的根基 其中就有山的根基 而那里同时又是死亡和阴间的门 就是经文所说的地的门 约拿清楚 自己已经无法活命 他可能在想 神教大鱼把他带到海的深处 也就是他所说的 我下到山根 接着他就会被地的门永远关住 那就再也出不来了 在读到第一段的时候 请大家留意二节的后半节 还有第四节 以及六节的后半节 先知在祷告中是怎样讲到神 在二节的后半节 先知相信 他从阴间的深处向神发出呼求 神就俯听先知所发出的声音 这是先知在相信 由于他和主耶和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神就必定会从高天俯听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的声音 即便是从阴间的深处发出来的 那伟大的神也能听得到 他从海的最深处所发出的呼求 第四节可以说是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的 先知对神说 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殿 要知道先知从约帕上船 逃避耶和华神的差遣 一直到众水手们将他抛入海中之前这一段 绝不可以被看为是 耶和华神从自己的眼前将他驱逐 约拿逃避神的差遣 是他个人的责任 并不是神安排并感动的结果 但若说神真是从自己眼前将约拿驱逐了 那这应该是神许可纵水手们将约拿抛在大海中 并被大雨所吞了的后面这一时段的经历 约拿知道自己有责任 而在他的话中也完全没有显出他对神有丝毫的埋怨 但有一点令我们稀奇 就是约拿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就这一节大家可以参考诗篇三十一篇第二十二节 那约拿所说的圣殿究竟是指什么 我们知道约拿是在主前八世纪前半叶 神所使用的一位北国的先知 而北国所有的就是金牛犊的圣索 他们分别位于旦和伯特利 甚至也在撒玛利亚 以及在吉甲 那耶和华神真正的圣殿 是在南国的犹大的都城 耶路撒冷城中 而当时作为一位北国的先知 他并不能自由的往返于南国和北国之间 所以约拿所说的 他仍要仰望的耶和华神的圣殿 其实就与大卫口中常常所讲到的耶和华的殿一样 是指着先知与神之间的特殊的关系 在北国虽然没有耶和华神的殿 而那在南国的圣殿 在政治方面又不方便 但这一切困难的因素都不能阻碍 先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由于以色列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所以他也可以超然的与那在北国的神中心的百姓们在一起 只要他的百姓以心灵和诚实来敬畏他 敬拜他 他就会显明与他们同在 大家可以参考诗篇第27篇四节五节 以及诗篇23篇第六节 大卫所讲的耶和华神的殿 大卫所讲的耶和华神的殿 乃是临时之大的账目 并不是永久性的圣殿的建筑物 而约拿所说的耶和华神的殿 就是指他随时随在都能享受到的与神同在的关系 先知知道自己因为逃避神的旨意 而被神从自己的面前驱逐 所以才进入渔赋 被带到洋海的深处 但是先知约拿仍然用一双信心的眼睛 仰望神的圣殿 他可怕依然能享受与神亲密相处 永远相亲相伴的关系 约拿有没有为自己的处境 忧心并有危机感 可以说有的 因为三节五节和六节的前半节 经文就描述了 那条大鱼将他带入的深海和鸳鸯当中的处境 并不令他的心和灵感觉到愉悦 先知甚至担心 现如今他已经下到山根 弟的门将要将他永远关住了 如果弟的门一旦将他永远关住 那么他所担心的事就会发生 那便是他与主耶和华神的交通就将受到隔离和阻断 所以在六节的后半节 他向神发出了呼吁 他在海洋的深处大声的告诉神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约拿的表示是信心宣告性的表示 所使用的表述是在表明神似乎已经应验了他的祷告 他不是向神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他的表达是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这两种表达有着根本的不同 先知若是说 求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这就表示 先知还向神处在恳求神拯救的心态和光景中 这就意味着那拯救还未达成 但若是先知说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这就在表示 先知绝对相信 神必会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而且在先知的信心中 这临到他身上的拯救的事 已经发生 已经成就 总之 我们在读着第一段的时候 第一段的经文 表面上读起来 是非常的简略 明了 也似乎并没有蕴藏着 什么大的属灵的奥秘 但这一段 若是细细咀嚼 好好地加以琢磨 经文所反映出来的思想 却绝对不一般 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先知约拿 向着耶和华神 牢固并坚定的信心 他已经明知道 自己因逃避神的差遣 而从神的面前远离 他依旧相信 伟大的主耶和华神 是听人 在任何处境中 向他发出祷告的神 有一点十分的清楚 约拿不愿意自己 被地的门永远关住 这是因为 在传道书第九章十节那里说 凡你守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你在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约拿知道 他若真的下到了阴间 被地的门和死亡 所拘禁 他就没有办法 再为神工作了 甚至可能 连仰望 耶和华神 殿的权力都不再有 先知 并不怕 神的审判 和刑罚 先知 最为关注的 乃是自己 与神之间的交通 一定不要受到阻碍 千万 不要断绝 所以我们说 神仆人 约拿的信心 是坚定的信心 是顽强的信心 也是 又可敬 又可爱的信心 那接下来 是第二段 七节到十节 这段经文所讲的是 先知 在自己心里 发昏的时候 想念耶和华 而他也真诚地相信 他的祷告 已经进入了 神的圣殿 并已经达到了 神的面前 从七节到十节的经文 内容非常清晰 可以说 从第二节到第六节 先知就已经讲了 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使得先知的心 在他里面发昏 就如第七节所说的 圣经的经文 多次有讲到 人的心 在人里面 发昏时候的光景 这光景 所有的 实际上是指 可能是人 信心的崩溃 软弱 沮丧 错乱 犹疑 不坚定 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完全没有了 里头的力量 等等 很多的情况 很多时候 人在这个时候 就会凭借 世界 以及自己的方法 来解决 心里发昏的问题 但是先知告诉我们 他在自己 盲人无主 不知所措的时候 就想念 耶和华 约拿说 我就想念 耶和华 这是约拿 所做的伟大决定 也是他所做出的 伟大的选择 其实我们个人 都可以在自己的光景中 做选择 和做决定 约拿所做出的决定 是去思想神 带着爱意 去想念神 想念他 过去 恩赐的带领 大能的拯救 和保守 关于这一方面 圣经的经文 非常的多 像是大家可以去参考 诗篇 42篇 43篇 还有哈巴古书 三章 2节到15节 这里也包括 诗篇 63篇 1节 5节 6节 那些经文 都非常的美好 实际上 约拿所选择的方法 和道路 就给我们 所有倚靠神的人 指出了 当我们面对 同样的难处的时候的 当选择的方法和道路 约拿说 我就想念耶和华 不去思想别的事物 当约拿想念耶和华 他接着就相信 自己的祷告有功效 这是因为 神一定在他的生命中 给了他祷告 德蒙英勇的确据 所以在七节的后半节 他说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约拿此时 在海洋的深处 在山的脚跟前 和地门的外面 他与神宝座之间的距离 有多遥远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管 这距离有多遥远 哪怕像天与地 或是东离西 那样的距离 却都不能阻碍 约拿的祷告 进入神的圣殿 达到神的面前 因为约拿所说的神的殿 就是指 神无所不在的统在 这其实 就像诗篇 139篇大卫所说的那样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大家可以看 诗篇139篇 七节到十八节 而刚刚我们所读的 是七节和八节 先知约拿斥责了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 怜爱 他们的主 我们可以将这节看为是 约拿在批评 并斥责 那在北国的 神的百姓们 他们所信靠的 乃是虚无之神 其实当我们读了 后面的三章和四章 就可以知道 原本亚述帝国的首都 尼尼威城的人 也是离弃了 怜爱 他们的主 到了再后来 他们还会离弃 怜爱 他们的神 当我们读到 先知拿红书 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当先知 斥责 北国的百姓 和尼尼威城的人 都离弃了 怜爱 他们的主 他事实上 是在告诉人 他自己 绝对不会离弃 怜爱 他的主 耶和华神 因为他明明的知道 自己的祷告 已经进入神的殿 并且达到了 耶和华神面前 由于先知 坚定地认为 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遭到破坏 神已经垂听了 他的祷告 所以第九节 先知便大胆地 满有尊荣的宣告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由于约拿 此时是在余父之中 所以他无法像 一章十六节 所讲的水手们那样 拿出具体的祭物 向神来献祭 他所献的祭 就只能是 口中的赞美和颂赞 大家可以看 西伯来书 第十三章 第十五节 约拿同时也告诉神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约拿许了什么愿 我们无法知道 这显然是 只先知个人 与神之间的事 大家可以参考 传道书五章 四节和五节 先知最后赞美神说 救恩出于耶和华 大家看到这一句的表述 可以去参考 耶利米书三章 二十三节的后半节 那里的经文说 以色列得救 诚然在乎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先知 如此向神 发出颂赞 实际上等于 是在告诉神 我的生息存留 都在乎你 我的性命 在你手中 愿你在我身上 显出你荣耀的 拯救的大能 第九节 约拿向神所做的 祷告完毕 第十节就讲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拿 吐在汉地上 先知约拿的祷告 一定符合神的心意 当神 让约拿在鱼腹中 三日三夜的时间满了 就如一章十七节 所讲的一样 神既然能安排大鱼 将约拿吞了 并且使他不至于 在鱼腹中受害 那本章的十节就告诉我们 伟大的主耶和华神 还能够再吩咐大鱼 将约拿吐在汉地上 结果鱼就听命 吐出了那在他腹中 三日三夜的 完全无法被消化的食物 鱼将约拿吐出 约拿心里高兴 他一颗心完全落地 鱼也很高兴 我们相信 他在吐完约拿之后 就快乐的离去 他心中说不定在想 希望以后再也不会碰到 这么不可口的食物 二章的十节 大家可以参考一章的九节 因为一章的九节提到 约拿所信的神 乃是创造并掌管着 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 这位神被约拿所敬畏 到了二章的十节 当大鱼将约拿吐到汉地上 约拿就脱离了神 令他短时间受了限制的沧海 他重新再回到神所创造的 另外一个自然的领域 也就是汉地 无论沧海和汉地 都为耶和华神所造 也都是神掌权的地方 所以在一章二章中 约拿已经经历到了 神如何在沧海掌权 那紧接着三章四章 约拿又将经历到 神如何在汉地上掌权 神伟大的权柄 甚至能使泥泥微诚的人 从君王到百姓 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这都是伟大的神 全能的荣耀的彰显 当我们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些方面 那总的来说 读了本章的第一段一节到六节 第二段七节到十节 我们就看到 约拿并没有明显的认罪悔改的表示 她只是承认自己已经被神 从她的眼前驱逐 但约拿坚定地相信 自己向神所做出的祷告 完全没有阻碍 都能得蒙神的垂听 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的是 先知约拿处在那么艰难 被局限的环境中 她仍然坚信神是她的神 她能向神祷告 并且神也垂听她一切的祈求 那这些伟大的表现 我们都该好好地学习 尤其是第七节 当约拿悉礼发昏的时候 她就去想念耶和华 这就如同大卫 在干旱批发无水之地 去选择想念耶和华一样 所以这样的 属灵的榜样性的人物 都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 另外有一个情形 大家不要忽略在整个的第二章的约拿的向神祷告的诗歌中 经文中出现了非常多的与人向神祷告又大声又急切的相关的词汇 像第一节说的祷告 第二节说的求告 呼求 第四节讲的说 仰望 第六节 先知喊出来的 耶和华我的神啊 第七节 想念 祷告 第九节 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 许愿 偿还 加上最后一句 也同样是先知大声喊出来的 那便是 救恩出于耶和华 所以整篇祷告的诗歌中 充满了先知 向着神所发出的 炽热的 强烈的 恳切 祷告的情感 这一方面 尤其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 愿主圣灵 就在我们所学习的 祷告的功课上 帮助我们 来让我们祷告 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 约拿书的第二章 这章乃是 先知约拿在于父中 向你所发出的 一首 祷告的诗歌 主啊 从这首诗歌中 我们可以看见 那在于父中的先知约拿 尽管处在 被封闭和阻碍的环境 也向着你 坚定地相信 一点都不摇动 他牢牢地相信 自己的祷告 已经被你垂听 尽管 他已经从你的眼前 被你驱逐 但因着先知约拿 仰望你的圣殿 并在犀利发昏的时候 想念你 向你迫切地祷告 他的祷告 便进入了你的圣殿 达到了你的面前 当先知的祷告 进入了你的圣殿 并达到了你的面前 其实在属灵的经验中 就表明 他整个全人 他整个的生命 都已经进入了你的圣殿 并达到了你面前 因此 他和你就不再远离了 他和你之间 也不再有波浪洪涛 有海底深渊 而被阻隔了 主啊 看到约拿的经历 你就是在 借着他来告诉我们 我们哪怕 现今所处的环境 再坏 再被隔绝 再被封闭 再恶劣 再没有希望 我们都可以像先知 约拿那样 在你面前 持定 坚定 不变的信心 因为你向着我们的 怜爱 是不改变的 所以 恳求你 拆遣圣灵 成为我们的帮助 使我们 一直向你有 依赖 有信靠 而我们就可以 在经历 这种种难处的过程中 从生命里面 去印证 你伟大的慈爱 和信实 我要像约拿那样 来赞美你 救恩 出于耶和华 我如此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 颂赞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